他在韩国力争台湾人也是中国人,离成功还差一步。 观察者网。综合报道,身在海外,看到外国机构把港台和中国并列怎么办?昨天有位勇敢的小姐姐为我们做了示范。 4月15日,微博网友,首尔大学中国留学生 at Clyde Bering,99,发不了微博,at几州航空。我不知道,只出了一个错误后,会得到你们这样的回答。 微博内容显示,他发现了冀州航空的一张宣传海报将香港、台湾与中国并列,于是他向海报制作方指出了这一问题,却遭到了对方的威胁。 不过,在向我国外交部门反映了这一问题后,事情出现了转机。然而,离完美解决还是差了一点。 事情开始于4月13日,at Clyde Bering,99看到了冀州航空宣传海报中的错误,于是做了标记。 本文事件相关图接来自at Clyde Bering,99的微博。 结果在第二天,有人回复说,香港不只是有中国人,还有菲律宾人。 于是at Clyde Bering,99回复道,香港欢迎来自全世界的人们,但香港是中国领土,无庸置疑。 接住,他又想看起来是海报的制作方,为外国留学生或劳工提供在行求职,留学,交流等信息服务的传媒公司K.P.A.L.反映了这一问题。 可等到的,却是对方的威胁和道歉要求。 对于at Clyde Bering,99亿正词严的回复,K.P.A.L.选择不说话并默默甩出两张图。 K.P.A.L.终于亮出了底牌,政治无关,客户至上,还不忘在威胁一通。 敬酒不吃吃法酒,at Clyde Bering,99,表示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中韩相关部门,K.P.A.L.也杠上了。 冀州航空的法务组对您的信息审核后正式受理您的案件,在星期一上午9点之前,如果没有道歉的话,案件将会推进。 咱说到做到。 在at Clyde Bering,99,向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打了电话近三个小时后,事情出现转机,K.P.A.L.的态度软了,他们通过因子向其道歉,并表示会做出修改。 不过对面似乎还是想做出些抵抗。 最终,K.P.A.L.还是没有选择做死,通过图片可以看到,原先的中国、香港、台湾变成了山东,香港、台湾,虽然有打擦边球的嫌疑,但也算是正确的表述了。 就一个中国了。 网友们也纷纷为这位勇敢的同学鼓掌撒夸。 美中不足的是,其实那张海报,有问题的,并不仅仅是它的文字部分。 这可是连韩国外交部网站都不会挂的棋子啊。 也有微博网友发现了这一点。 当然,我们勇敢的小姐姐自然不会放过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